动态不完整 干什么 你不能阻止我们经常拍摄 他马上来了 你要阻止我们拍摄 这是我们的事情 我们没有资格阻碍 我们这是上场的采访 那要我们等一下 但是跟我们讲 这麦当劳啊 什么大型的都有 你不要阻止我们拍摄 我们没有阻止你 我觉得我是被他给偏进来的 9月份他们招商部 首先跟我们承诺了两点 第一点 最重要的就是麦当劳 包括其他的店铺90% 都已经照上满了 给到我们的数据 就是每天这条街 来了晚晚的人流 能达到3万个人 我的对面是麦当劳 且对面是书役 或者说是产业约瑟 现在是他也没进来 麦当劳到现在也没有开业 你商业街 如果说你的商业灯台不完整 那他肯定面临着 那我那个民导是不让你们开的 压是负一 我总共是交了7万6 只是想撤厂得到我们一部分钱 第一个对商务这个板块来说的话 我们也根据我们的 依据我们的合同规定 然后给予那个商户在租金 跟管理费的一些 兼免的一些扶持 当时有让我们签一个合约 就是给我们所谓的 一折的租金 六折的管理费 免免下来 我还是要支付你 商产的费用 拿到4000多 让我交4000多块钱的话 我每个月我起码要到贴2万 当时我们招商的时候 如果说我做不下去了 我这个押金怎么办 他说那么你到时候会打个申请 也不下去了 亏的比较严重 我们会给予一定的反补 现在他们公司给我的费 就是不但不补 可能还要追究我的法律责任 我提前撤厂了 影响了他们商场的生意 有部分商户的话 是选电费 基本的租金 也都是没有交到我们公司的 那我们也是根据 最基本的合同去执行 因为之前你们承诺过一些 关于招商方面的这些工作室 招商对于他们来 后期的经营是很重要的 招商人员跟他们 私底下跟他们说了什么 我们这个我们都是都不知道的 说你要我怎么去和他这个问题 我也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 但是是这样 你不能说抛开前期的招商 来谈后期的这个经营 对于商家来说 这个是他选择在这里 入住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不管当时那个招商公司是哪里的 但是他是受你们的所拖 来进行一个招商的 肯定是跟你们公司 有一定连接的对不对 对于招商这个 我真的是回答不了 那你们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 如何去跟他们 做好的去下谈一下 我把这个也有什么 我会跟你们去说